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店不火 这房租无所谓 但通常最多给你签五年 对吧 然后你火了 说OK 加50% 加100%房租 你装修已经搁在那块了 然后你说你认不认 不认的话又换 人气可能又短了 然后就包括刚才咱们说的 咱们本身就没有带引号的所有权 那么清晰的所有权 这事能不能干 你这房子能不能经营 能经营什么 挖到这些东西再加起来 别人一找茬 地皮龙方一过来 然后很多人说算了 玩一阵就算了 其实反而从这个角度观照 你看欧美有些地方 它可能不太温不太火 就这么一直过去 可能过了三十年 四十年 我去回欧洲 可能酒吧还在那 你就觉得只是说卖酒那个人 原来还是斗小涛 现在变成斗文涛了 只是说又长了四五十岁 但是你感觉有点 我觉得是蛮舒服的 你觉得其实时间过的还是能留一些痕迹 又没有说过去的记忆都被抹去那种感觉 现在你再回去看不到啥 是 现在就是说每个城市 是不是都应该有个放浪行骸的地方 我发现那天李小牧在我们这儿聊 说三里屯当街不该拆 但是我觉得他举的例子也不是完全准确 他说你看日本歌舞伎厅 对吧 它就是一个城市 总需要有这么一个地方 可是我说这个里边也确实有个矛盾 就是说三里屯当街 它和你的歌舞伎厅的区别是什么 这儿伪装建筑比较多 对吧 他日本那个 他西方那个他是在一个法制化环境下 慢慢自然 你说生长 中国真是野蛮生长 而且日本也有变化 其实相对来讲 最开放 最不管的时候 是荒谱经文那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日本 现在也不行了 就是荒谱因为他自己都被抓进 因为这个猥亵罪都被抓进去好几次 但现在就其实他也快八十了 七十七八岁了 也不能像这个他早年那么那么做了 就是带着相机到处乱拍啊 什么各种姿势啊等等 中国这块就更难办 其实说到底 就是房子不是你的 那个地儿你能不能干 能干什么都不是你定 然后你就没有偿心 无恒产你就无恒心 这个很正常的一个 而且就是说现在这边前一阵 南罗五项书店的事 我们不还聊呢 都是这种问题 就是说自己开墙打了个洞 当然了那他现在就是说 很多人不满意 政府你说拆就拆啊 我们这个生余资长余资 对吧就混余资的地方 就给你这么毁了 可是有时候他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呢 你这个破墙开动呢 他安全不安全 也是个问题 包括说这个将来这找火了怎么办 或者说而且就是中国的城市管理啊 确实有一个强力意志的问题 我觉得中国就是很难办 就是说秩序和这个混乱之间 永远是一个矛盾 他就从来不说清楚 可能呢 一个是历史传统就不说清楚 另外可能也是on purpose 就是故意不说清楚 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就像刚才你说的 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我能不能打这个洞 如果我要打这个洞 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步骤 对吧 我向谁申请 他有什么依据能决定 我能不能打这个洞 打多大 对吧 他怎么能批 多长时间能批 现在你想找 庙门可能都没用 这个就 我在四伙院住过挺长时间 这个你比如说 你弄个露台 可以不可以 是邻居同意就行了呢 还是要报批 可以到什么程度 能向高到多少米 在美国这块规定就很清楚 你到county到县政府 你去申请 县政府说有哪些有资质的 去给你做规划 你想计划弄成什么样子 然后依据哪些条例 哪些行哪些不行 征求邻居的意见等等 我觉得摆规矩立清楚 也可能北京已经那么久了 其实咱建国也那么久了 如果你规矩清楚一点 有些事就会相对的稳定很多 就不会出现这么大的矛盾 是 但是其实很多人喜欢 这个三里屯 张街 他就是喜欢他那种野蛮生长的感觉 他旁边就是一个 感觉好像象征北京 最商业化 最时髦 最流行 或者是最贵的一个地方 然后旁边有一个这样子的 就是感觉有点破破烂烂的 很便宜的一个地方 你刚才里头有一个面馆 在那张街里头有个面馆 那个面馆有名到 好多艺人 就是很当红的艺人 都愿意在那排队去吃 那你说 你现在想想 我也去吃过那个面 它确实不太一样 比较特别 它面比较筋道粗 然后打卤 这样子 但是你说 它真的有好吃到一个艺人 就是 网红馆 对 对 就是 愿意遭受 比如说可能会有很多的粉丝 来跟骚扰他 然后他就愿意去那排队吗 就是 他也没好吃到那个份上 但我觉得有时候 人就喜欢这种感觉 就像我们为什么要吃炉煮 对吧 你要细细想炉煮 这玩意 因为有男朋友 不是 但是我是真的好这口 好男朋友这口 还是好炉煮 都好 但是你细细想想炉煮这玩意 它有什么那么值得吃的呢 他就是 就是有那个感觉 我跟你说 就说三里头脏街 这个名起的好 哥们就喜欢脏的 就是说 你明白吗 就是这个脏 偶尔要 偶尔要那样一下 过去他们 放纵一下 对 过去他们就问我 说你喜欢什么样的这个城市 我就说 你肯定是纽约 就是要是跟洛杉矶相比 肯定是 就为什么呢 我就觉得这个一个城市 最好它什么都有 有脏的 有干净的 对吧 有就是 它这个够丰富 就是 所以这个脏这个词 真是意味着某种 这个人 就像人一样 人也有各种器官 对吧 它是不是这么一个 是的 其实眼里是说很像的 就是原来我们学 微生物学 那个老师呢 就说 你们想在北京 想活得健康 就是一年一定要吃 两次以上 这个苍蝇馆 就街边那馆 就是那种 哎呀 有苍蝇飞来飞去那样子 就街边那馆 点一个金江肉丝 你也不知道那个酱里边是啥 你就闭着眼吃 该拉肚子拉肚子 然后让它菌群自己形成一种平衡 这样你才水土相浮 其实刚才二位说的 我也特别有体会 我觉得丰富度 就是如果在一个生态系统里边 越丰富 实际上越美好 越稳定 你越单一 越不好玩 但是呢 我从广成 我觉得政府也挺不容易的 这个你说啊 到底那个度在哪 一个个别几个人 就会把那个度破坏了 是 本来路非常窄 不能停车 光机一个车就扔在那 人就没了 就去吃屋主了 对吧 就去泡礼爱了 说一搁那搁三小时 你说别人怎么办 你说把他车拖了 把他车砸了 把他车弄了 就这种事多多少少都有 胡同里比比皆是 根本就原来是给走轿子的 那条桑街 其实我还是蛮清楚的 你两三上车堵在那 几乎里外都不通 所以他说 这简直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 集中问题的一个反应 就是说真叫一步二十五史 你不知从何说起 就是谁都觉得 谁都有理 你说你这么一个秩序 而且呢 中国人也很多时候 也不太守秩序 而且呢 这里边有多方的利益 比如说你很喜欢这 你就喜欢这气氛 可是呢 他 你比如像要上美国 我估计甚至说香港啊 但某个社区要怎么发展 他比如说通过议会啊 或者这个社区居民 大家投票 大家决定 你现在他那个地方 可能有些人说 我住在这儿的人 我不高兴 你帮我弄成乌烟瘴 我要不要生存质量 对吧 所以这个里边的这个 这个矛盾就很多 哎 但是堂哥你可以讲讲 在那儿泡妞 你有这种经验吗 我这话题拐得有点猛 继续转弯 因为我不太理解 为什么好多人说泡妞要去三里团 我是从来不泡妞的 都是妞泡你 不是 那是你吧 因为他从来不去街上泡 那从来都是在学校 青少年时候 比如说跟女生谈恋爱 什么 那应该都是找姐姐 那时候玩姐弟练 没有 学习长大 那时候 但是开玩笑 那个时候我的体会更多是见大哥哥们 就是所谓比我年岁大的 特别能喝酒的 我想我想我总想知道这个世界长成什么样的 其实你想吧 一个学校 因为我们还住校 当时这个无论是在高中啊 在大学啊 总想说提前走出社会的这些 特别是哥哥们啊 这个 大个十岁十五岁 他们怎么看这个世界 有哪些这个坑啊 能稍稍从他们嘴里听到 能稍稍少少走一点 能绕过去 这是一意义 另外啊 就是北京呢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不好 包括今天的天气 对吧 杀逼北京 对吧 但是呢 北京只要是有几天好天 你在户外一坐 弄杯啤酒 哎呦 那舒服 弄点酱牛肉 对吧 然后小风一吹 然后呢 呃 有姑娘就有 当然更好了 梅姑娘有几个 这个老炮吹的牛 梅姑娘再找找 街边找找 有时候呢 哎 但是呀 最好是梅姑娘在桌子上 听她这些老炮 讲她那些姑娘的事 哎 对吧 然后你看隐隐约约呢 在街上再走过那么几个人 远远戳戳的 那时候眼睛还没花呢 对 结果 生命真美好 对对对 走近了 姑娘 大哥要娱乐部 哈哈哈哈 天天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然后再来 这堂哥真是也是搞企业管理的 考虑问题很全面 我最近也是替北京市政府 我最后从毛主席的哲学思想里得到了启发 我现在就发现 你看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老想解决矛盾 但是毛主席写了一部书叫矛盾论 毛主席说矛盾是永恒的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 今天我觉得包括我们生活的 你很多着急上火 我跟你说李爱你听了我的话 你能宽心 现在比如一个市长 他老想把什么给解决了 比如说这地方脏乱差 我怎么给他解决了 可是也许你要按照毛主席 矛盾论去理解一下这个问题 矛盾的对立转化和统一 比如说城市的有序和无序 我跟你说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 城市变成一个权力意志的一个秩序了 这个城市没意思了 没有人味了 对吧 但是你要城市完全变成脏乱差 违法 久返之地 那也不行 他恰恰有序和无序 就跟物理学一样 这段矛盾 你让他存在下去 你在从中 从中余力 调解 余力那是你 从中调解 对 就你在从中调解 你在转化这个矛盾 比如说这个 好比说你要觉得他脏乱差了 用这个更温柔的方式 更细腻的方式 既保全他的文化 又怎么怎么样 但是又尽量 甚至有些人说 有些工作甚至需要挨家挨户去做 更细腻去 现在咱们中国有些时候就是这种粗暴 原地 产平 产平其实城市里有意思的地方 你觉不觉得 但是产平这个事 对于就是真正的执行者来说 他更容易 对 就比如说这个 他简单 计划生育 全给结扎了 然后现在全放开了 他说半放半不放 这个姿势很难拿 你让政府怎么样 你结果你就看见两头都是灾 对 就是这个问题 就其实这个分寸感是最靠智慧的 你说我要不就都有 要不都没有 这个其实是你执行的人 我也是妥妥的知道我该干嘛 所以 但是你说拿好这个分寸 有些人该有 有些人就该没有 你说这个分寸 李爱 我到问你 我一看你这么美啊 我就说 女孩为什么爱逛三里屯 嗯 他全嘛 你像我买东西 就包括现在你有很多购物的软件 你都是因为他品牌权 我像 比如说我 我本来想去奔着去买双球鞋的 但我顺便 我看上衣衬衫 我也把它给买了 哎 他全 而且那个地方 你像三里屯是这样子 他现在有这几个 几个街 他有便宜的品牌 有贵的品牌 他都有 有便宜点 原来有当街 但是你还有便宜的吃的东西 也有高档消费的地方 他什么都有啊 我去到那儿 我只要当时我一拍脑门 说我现在心情 我想吃个便宜的 我也行 我想吃个贵的 我也行 我想买个便宜的 他也有 就是丰富 全 全货 就是我去那儿 我方便 我全货 我不需要再打一车 去另外一个地儿 还是说就说还有的人说 当然咱就不能乱说了 就说有些女孩到那儿是去碰外国人的 有 早年间肯定是有 现在估计 因为原来外国人吃香 北京这些国际破罗 外国人还没他吃香 现在供养一门也不傻 原来就像早期的时候 比如说我不知道再早 00年前后 其实你出个国啥的 那还是很有面子的事情 是个有面子的事情 如果你还能在国外混着 你别说混好了 你就是能落了户了 你再回来 那都属于是 对吧 我那个就是喜庆事 我回来得跟大家 光宗要组一下 就这种 所以那会儿应该是有的 也专门去三里屯那儿 做了以学英语为名 认识外国朋友 有的 那是有 我身边都有朋友 是这样 其实你说 常去三里屯玩的人 在不同时代 他好像是一个圈 一个圈子 一个圈子的人 我有时候 我听上次我一个哥们讲 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道理对不对 他是说 他有些女孩最后找老外 倒不见得是因为什么重阳媚外 他说 难道是因为学外语吗 我跟你说 这种声色全马之地 有些个女孩玩的 那就是远近有名的 你知道吗 他本来 可能这里边的人 没准他都睡过一圈 真的吗 那叫集游 真的 对 不是 就到最后 照我这哥们讲话 就是说 他只有找一老外 因为这个圈里边的男的 全知的 可能都跟他 你明白吗 对 这么开放 我不歧视这样的女的 这样的女的 我们也是 人家生活方式 对 也是应该尊重人家 但是呢 我就说他这个客观上 他最后呢 不太好交代 众兄弟不太好交代 不是 而且呢 兄弟们呢 我发现男人这个肮脏性 也表现出来了 男人呢 可以睡你 但是呢 真要找你当女朋友的时候 见你在这个江湖上 有这个名声 他也不大敢 你还有这种习惯 我没有这种习惯 我经常考证一些 你过去的历史 我突然发现 他你看 他有处女情结 然后他还有这种 就是说自己可以干 但不能让女生干 我没有 你的三观还是 我是分析 我 我没见过这样的女的 我身边女的都是 非常棒的 我就说 就是有的这个女孩 最后找外国人 实际 你也得说 人家外国人相比之下 也比较尊重 女孩子的独立性 或者说你有什么过往 反正他也不知道 反正中文也不好 但确实有一些女孩 他可能就像 刚才大家说的 其实很多外国人 在中国 他不见得是真的 就是有能力 或者是怎么样子的 但他确实是更加 懂得女生 他更加愿意 站在女生的角度 去考虑问题 不像我们中国 很多老爷们们 他那个思路不太一样 而且外国人 其实我自己 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府 我看人家相对来说 可能更家庭观念 更传统一点 我自己感觉 原来原来 我出国之前 看那些腐朽的资本主义 各种书 批判 资本主义 怎么能这样 我以为下的飞机 到处是枪战 然后到处是 各种各样的 当街 然后发现 到了晚上八点之后 没人上街 酒吧 你还得开着车去 那块 在外国能喝一两杯 然后接着再开车 再回来 所以说 你看外国人 有些习惯 就是一瓶小啤酒 喝一晚上 那其实有点原因的 不只是穷 有时候因为他喝太多 他就没法开车回去了 又没出租车 什么都没有 人家干嘛去 都回家陪老婆去了 陪孩子去了 陪他爸去了 或自己在家 自己干点自己的事 其实反而我想 如果你是一件女生 对吧 你开心了半辈子 然后你想说 受删了 对吧 你是托付给多文涛这样的 还托付给一个 就是美国中部 一个二流大学 毕业的工程师 其实这选择就很明显了 对 还真是 要不然就得砸在冯唐手里了 千千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你看我为什么 就是一定要拉冯唐来讲这个 我现在就觉得 就是中国人 有点像 怎么说呢 水泥地上生活 就我们 本来北京 是一个 中国最有历史源流的 这个地方 就是这些自然生态 你就觉得被破坏 就连三里屯这个临时乱建 人文生态 这么形成的 就是 文化呀 或者说一个好玩的地儿 广州话叫 香港叫 头点 比如蓝桂坊 河里活道 老红店 对 它是长成的 它自然成长 而且就是每个城市都有 当然 当然你比如说 甚至你这柏林 有一个 我都没敢去 我听他们说 有这么一个酒吧 它太有特色 就叫亚文化 过去也有人 说三里屯这个地方 藏街这个文化 叫什么世界主义 我也不知道世界主义 什么意思 就是到这里边 感觉就无国界了 而且是 怎么玩屋下线了 对吧 但是呢 就是你像柏林 他们说 有一个世界著名的酒吧 这个酒吧呢 就是那种loft 就跟工厂车间一样 那个环境 就很干嘛 各种各样的 你说的好的 不好的东西 都在里头 但是是全世界这种人的圣地 然后你看 他形成一个亚文化 他这个亚文化很有名的 是一个看门的 一个保安 就是说啊 你别看 排着队进门啊 但是谁能进去 谁不能进去 得他说了算 但他有什么标准呢 他没标准 他曾经 就是把好莱坞明星 是不是有个叫小甜甜 还是叫什么 到门口 他看了看 走 不上去 他没有标准 很多人就是揣测 就是这老头到底什么标准 他没标准 等于看你不顺眼 就不让你进去 那你可以拍一个旧片 就一个镜头 整天对着这个口 对 就是 所以我就说 你看每个城市 有这么个地儿 这个地儿啊 老实讲 为什么咱们今天还是讲 就是城市生活的脏与净啊 就是 你比方说 他们讲三里屯这个地方 咱也能想到 公安压力非常大 他们说那个三里屯 那个派出所 24小时 灯火通明 说很多醉汉 当夜店就走进去了 就说 你想这个地方 又在十个使馆区之间 乱成这个样子 直接在药瓶啤酒 对 他确实是有他的问题 但是 就说 实际上 你比如说 当年很多 香港有个词 叫九反地带 你知道吗 现在也已经没有了 叫九龙寨城 九龙城寨 九龙城寨 对吧 九龙城寨 人家还是关于清朝馆 世界著名贫民窟 那就是当年英国也是一个法外之地 英国警察也不进去 最后拆的时候 今天要回归了 拆的时候都发生类似于暴动的行为 强拆 但是那个地方 到现在 九龙寨城 有的电脑游戏里 用来走 那个里边的多年形成的伪装建筑 大白天进去 开路灯 暗无天 到处都在滴水 你知道 但是里边还有他的很多小店 有工厂 这个里边周星驰拍的功夫 对 九龙寨城 有时候你看 你从文学的角度来讲 一个地方未必好 未必对 未必那么合法 现在那个 重庆大厦 就有点这个意思 在那个九龙那块 千叉嘴那块 其实 我觉得香港呢 除非极专情况 你说那个九龙城寨 九龙寨城 我忘了他那个最后两个字怎么说了 是极端例子 但多数呢 你看香港还能有一个大家在中间有一个度 我们的问题就跟刚才李爱讲的似的 什么东西开始说 我批出一片市场 或开始引引人 那时候是拼命吸引人 潘天尔市场这不也是一样吗 原来有点这个鬼市 说给你盖个房子 吸引你们过来 你交个房租 对吧 然后慢慢越来越起 越来越起 那人也多了 那周边肯定是乱了 对吧 或者有些人 但是有些人呢 这些做法呢 就超出了这个原来的规定范围 比如说乱停车呀 比如说乱搭建呀 比如说在旁边 不是这个用途的 也作为这个用途 哎 然后政府不高兴了 政府不高兴 那怎么办 光机你关了吧 弄到通线去 就是其实这种事 有好几个地方都是在做这种循环 可是城市这种东西 不是说你光机摆这东西 搬完了东西 就能移栽成活 有时候比植物还难 一个树 一个大树 它都长了几十年了 你给它连锅端了 它搁到别处就真能活吗 我觉得很难的一件事 如何能避免这个 让这个城市呢 在过去的基础上 一步一步的变得更美好 特别是北京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 你算是老北京了 我北京生北京长了 你现在看见北京城今天的样子 你这个附近追悉 你的评价 你是不是骂娘啊 你会 不会 还是新社会的 你看我有个老哥 他就是老北京 我就发现每次上街 他就骂 北京太丑了 怎么弄得这么丑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男 你想想 你就像他们的老哥似的 如果你给他这么大的权利 对吧 他给他分寸了 你说你 你掌握这个分寸 他就可以把 该进来的人给清除 所以你说 不该拆的拆了 该拆的留着 你说 这真的是难 这真的还要看 关键要选好老哥 对 这个老哥在选好了 选好看门人 先得给老哥找好妹子了 但是你说 这方人又会转移到哪 我觉得他这个当街拆了 就没有了 就可能不知道了 到 到丰堂家附近去 到古诺大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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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